台湾建谷雪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台湾建谷雪 今天我们邀请台湾学堂副校长 也是台湾县华学会理事长 许晋雄教授 和我们继续讨论 申请加入联络国 要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方法 许教授好 各位观众朋友 主持人廖教授 大家好 许教授我们接续上礼拜 跟大家讨论的是有关说 台湾内部有很多人认为 台湾已经是国家的 中华民国也是国家 这样的一个认知 其实跟国际社会是有很大的差异 许教授也说明 过去台湾曾经也努力说 想要加入联络国 其中当然在陈水扁总统 最后的时候 他有正式的提出 要申请加入联络国 联络国秘书长班基文 也就直接就把他回绝了 大家也知道 根据联络国的宪章 中华民国还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所以如果我们要继续用中华民国 来加入联络国 看起来是不可能的 那这一部分是不是请 徐教授再继续跟我们说明一下 我们上次已经提到 用中华民国 绝对无法申请加入联络国 甚至会被秘书处行政人员 直接就把你推荐 完全不收件 那当然更重要的 加入联合 要申请加入联合国之前 就先要 台湾要先成为国家 因为联合国也好 联合国闪下 像最近我们去参加 想要参加的世界卫生组织也好 都是要国家才能成为会员 所以必须要向国际社会宣布 台湾是一个国家 要宣布独立 我们都知道 很多人读书的时候会提到 国家要具备土地 人民 有效统治的政府等等要素 但是你具备这些还不够 我们在学习 教书的过程 学生都会误解 有土地人民政府不一定是国家 最重要的是 这些土地人民政府 所组成的这个地区的人民 要自己站起来 说我要成为国家 所以即使具备 刚刚所讲 国家的三要素 土地人民政府 但是如果人民 没有积极地主动地建国的意志 持续地向国际社会宣布独立 告诉国际社会 我们台湾就是一个国家 我们在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表明我们建立国家的决心 那就不可能让国际社会知道 当然要加入联合国也就会出问题 因为不是国家怎么加入联合国 所以 虽然陈水扁当政的时候 曾经对内 说我们是一个独立国家 台湾是国家 但是对外并没有持续坚持的下去 甚至在就任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很有名的 事不已没有 我不会宣布独立 不会更改国号 不会更改国号 继续用中华民国我们讲过 又出问题 两国论不会入宪 跟中国到底是两国还是一国 他不会把它写入宪法 宪法也不会重新制定属于台湾的新宪法 也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独立公投 这个都很清楚告诉国际社会 台湾不想脱离中国 台湾跟中国的关系还是 所谓一个中国内部的内战问题 所以刚刚提到 2007年7月 陈水扁总统还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 申请加入任何国 我记得我们也一再地提出 在很多节目都说明过 而且在之前申请之前 也没有宣布独立 没有告诉国际社会说 我是一个国家 大家根本不知道台湾已经变成 是一个跟中国不一样的国家 台湾人想要建立一个 跟中国不一样的新国家 完全不知道 那怎么能申请加入任何国 国际社会也好 联合国当局也好 甚至只是下面的一个秘书长 甚至秘书长下面的一个行政职员 就把你丢到门口 拒绝收你的申请书 所以有这些我们都可以知道 世界上也许很多人会说 很多国家也没有宣布独立 像日本什么时候宣布独立 澳洲什么时候宣布独立 有没有独立宣言都看不到 没有错 这些国家有没有宣布独立 或有没有发表独立宣言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一旦主张自己要成为国家 就会一直的坚持 我是一个独立国家 维护自己的国格 国家的主权 所以基本上宣布独立也好 美国发表独立宣言也好 都是一个国家建立的一个起点 这个就是告诉国际社会 我要成为国家 我要成为国家的声音 要让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听到 然后依照目前的21世纪 就是要加入联合国 加入联合国 国际社会都承认 你是国家 那才完成建国的手续 所以宣布独立 告诉国际社会 我要成为独立国家 是一个开始起点 最后的中点就是要入雷 要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 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这个过程 我们都是很清楚地表明 我要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但是台湾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 主动积极宣布要建立一个新国家的具体的行动 国际社会也都没有听清楚 也没有看到我们有这样的决心 所以依照联合国 依照国际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的条件 既然不是国家 那怎么会让你加入任何国 既然不是国家 连申请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有这些我们可以知道 要加入任何国 不是中国的反对 主要不是这个 当然原因也是其中之一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没有站起来宣布 你自己是一个国家 你申请加入的资格就没有 这一部分我们也常常听台湾许多人说 台湾已经事实上独立 只是还没有法理上独立 或者是也有人说 已经宣布过独立 所以不需要再宣布 这一部分是不是请许耀社再进一步说明 你认为宣布独立那么重要 那独立跟建国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建国的步骤应该要怎么样 才算是比较完备呢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一样 你要建立国家 要成为国家 一定要让其他国家知道 要让国际社会知道 在自己内部 私底下的一个场合 一个会议 在那边说 我是独立国家没有意义 所以一定要公开的 堂堂正正的 每一分每一秒 都要告诉国际社会 我要建立国家 我有建立国家的意志 要积极持续维护自己的国格 不要说参加一个运动会 人家不让你用一个国民 你都可以说 在抗疫之下 我也要参加运动比较重要 运动员练习了一辈子 很可怜 让他不能参加 是不对的 那你的国家 人家不承认你是国家 你就默认了 所以 种种这些都 很清楚的说明 一个国家一定要让国际社会 知道 这个就宣布独立的意义 民进党 所谓的 已经事实独立 尚未法理独立 或是李登辉 郑林或他当总统的时候也讲过 我们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 不必再宣布独立 甚至说 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有的人主张要宣布独立 是傻瓜 最近还有一些民进党的 过去被称为独派的理论大师的人说 那些激进的独派 就是要一个仪式 要宣布独立 要发表独立宣言 这个事实上根本 台湾目前都不需要 我们早就是国家为什么要做这些 这个都是在欺骗人民 不但把台湾人 欺骗台湾人民 还把国际社会当傻瓜 国际社会说 那你不想独立 那你为什么能成为国家呢 所以 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你想要成为一个国家 一定要一再的在政策 在行动 所有的对外 特别是国际社会的所有所作所为 都要努力的确立 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 更不用说在自己的宪法 说我只是中国的一个自由地区 在自己的外交部对外 最重要的一个外交政策 还主张 我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北京是非法政府 我们都想尽办法 要用武力反攻 或参民主义反攻 要统一中国 请国际各国支持我们 承认我们是中国合法政府 到今天 民进党政权也好 台湾人民也好 还纳粹支持 让他花外交预算 那国际社会怎么认为 你们想成为一个国家 所以如果台湾 或中华民国也好 主张是一个独立国家 那就要对外主张 我们跟中国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国 最近这几 蔡英文总统 过去都称中国 现在改成大陆 称中国大陆 好像那些统派媒体就很高兴 这个又回到一个中国的主张 如果是连小学生 甚至还没有进小学的 幼稚园的学生都知道 你是国家 对岸的中国大陆也是国家 那到底两岸关系是几个国家 一国加一国 那当然是两国 怎么会又外交政策 又一个中国 自己的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又说 台湾是中国的自由地区 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这个都是最大的问题 中华民国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 外交部仍然要求各国承认 我们在台湾的2300万人组成的中华民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 北京是非法政府 那么我们的外交部 或请问我们的外交部的部长 你要领导台湾人民反攻大陆 成为中国合法政府吗 有没有这样的规划或志气 如果没有 那你为什么还要对外坚持这种汉贼不两立 要代表中国合法政府的外交政策 而不是去努力告诉国际社会 我们2300万人组成的政府 或这一块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政府 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跟中国不一样的 不同的国家 为什么还要自欺欺人 骗台湾人 还要骗全世界 那基本上这个是不可能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成为国家 或是要加入联合国也好 或是要得到世界各国有邦交 建立邦交也好 最大的阻碍 是自己不认为是国家 自己还梦想要成为中国 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 那这个从宪法外交政策 还有其其他一切法律 一切所作所为都充分的证明 最大的障碍就是自己本身的主张 许教授刚刚的这样说明 其实我们也是有很深的感受 就是今年我们也看到多明尼加 那个跟中华民国政府断交 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那这个是过去许教授一再说明的 有关这个所谓的政府承认 跟国家承认不同的这个地方 那我还记得这个去年 跟这个巴拿马断交的时候呢 巴拿马的前外长呢 他也特别说明说那巴拿马呢 是把亏欠很大的台湾这个小岛 假装视为真正中国的代表 假装视为真正中国的代表 我想多明尼加或者是现在跟台湾有邦交的 跟中华民国政府有邦交的这19个国家 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就是假装把台湾 视为这个真正中国的代表 那这个是许教授一再强调的 中华民国的这个外交的困境 或者是说过去从李登辉时代 一直努力要所谓的重返联合国 或者是这个陈水扁政府的时候呢 试着要用其他的这个方式 要申请加入联合国 那这些努力也已经经过20几年了 但是好像都没有什么样的成果 那原因在哪里 那这个许教授呢 是不是可以就国际法上面 再跟我们说明一下 首先针对我们邦交国断交的问题 我们政府也好 台湾的一些媒体 甚至学者专家也好 外交部的部长官员也好 都把他说成 这个国家不再承认中华民国 所以承认中华民国是国家的 现在成为19个 事实上这个跟中华民国是不是国家 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的邦交国跟我们断交 只是不承认你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 中华民国承认中华民国是国家的 国家又减少一个这样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甚至我们还要去外交部还要花钱去收买一些 承认北京是中国合法政府的国家 来承认中华民国是中国合法政府 你如果要去收买或是要去争取 现在跟我们没有邦交的国家 来承认2300万人在台湾是建立一个新国家 是跟中国不一样的国家 你如果要求这样 那花我们的纳税钱还有道理 还合理 你如果还要去争取 他来承认我们是代表十几亿人 十几亿中国人的合法政府 我们现在虽然不能统治大陆地区 但是依照宪法 我们还是要回去要打败肥伟政权 北京政府变成合法的中国政府 那你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 要么你就清楚地向台湾人民说明清楚 向国际社会说明清楚 你还是继续汉贼不两立 蒋介石时代的反攻大陆的政策 要么你就要改变 不要再欺骗台湾人民 不要再还我们的纳税钱 所以中华民国宪法 你首先要废除 中华民国宪法 我们现在认为是宪法的中华民国宪法 清清楚楚地说 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政府是代表中国大陆 蒙古共和国 还有台湾自由地区的一个合法政府 更遗憾的是 我们参加所有国际组织的活动 包括世界贸易组织 参加亚太亲和会 都自己告诉国际社会说我不是国家 我只是一个中国的自由地区的经济独立 所以请让我参加世界贸易组织 让我参加亚太亲和会 跟香港一样 香港一样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自己这样讲 那你怎么能成为一个国家呢 所以外交政策必须要改变 主张台湾是国家的身份 才能符合你跟台湾人民 一再强调我们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 对内你敢这样大声的欺骗也好 或大声的讲话也好 但是对外为什么不敢讲呢 外交部为什么不敢说 我们要成为一个新国家 跟中国不一样的国家 我们要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时候 是用新国家的身份 宣布独立以后 新国家的身份申请 那秘书处 联合国秘书长 也没有资格推荐 他必须要送去大会宣查 所以只要我们宣布独立 表明我们建立一个 跟中国不一样的国家的一个意志 国际社会都听到 他们要怎么对应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们要申请加入联合国 要大声的说 台湾已经迈向 要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步伐 形成 我们终究要努力 成为国际社会成立的国家 就开始建国的路 我们建国学 希望台湾人民一直 希望大家站起来 勇敢站起来 一起走这条建国的路 但是很遗憾 过去到现在的政府 从来没有追求 要让台湾成为一个国际社会 一个跟中国不一样新国家的身份 所以当然邦交国也会失望 慢慢的承认 北京才是合法政府 联合国都承认 它是代表中国合法政府 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支持台湾 跟他维持邦交 承认他是代表十几亿人的合法政府 所以台湾人民必须要了解 我们今天成为国家最重大的阻碍 就是在这一点 因此 最近我们也知道喜乐岛联盟要推动独立公投 有证明入列 独立公投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 向全世界表明 不管你是什么立场 台湾也好 中华民国也好 向全世界表明我们两千三百万人 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有这样的建国意志 有这么难吗 为什么大家要反对 为什么大家不敢站出来 如果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 中华民国已经独立 不必再宣布独立 那出来做这样的表明 投下一票 让国际社会知道 那有这么困难吗 证明入列也是一样 证明我们刚刚一再的提到 用一个中国的中华民国宪法 怎么能加入联合国 用一个中国的外交政策 台湾怎么会变成一个 跟中国不一样的独立国家呢 所以一定要先把一个中国的宪法 还有外交政策废弃掉 我们才能申请加入联合国 才能完成台湾建国的 所有的合法手续跟程序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面临最大的阻碍 是在台湾内部人民有没有觉醒 有没有知道这个骗局 不要再继续受骗下去 这个是我们过去在台湾建国学里面 一再强调的 也就告诉台湾人民一个事实 就是中华民国其实并没有退出联合国 因为联合国的宪章23条 目前的宪章23条还写着 中华民国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我记得在1990年的时候 郝博春担任行政院长 说北京政府在联合国是冒名顶替 所以他也知道 中华民国还在联合国里面根据宣章 如果是北京政府是冒名顶替的话 那是不是以前的国民党 或者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应该要去提出抗议 说这个联合国怎么可以让北京政府 来这个冒名顶替台湾 所以中国国民党一直用重返联合国 他们认为中华民国还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我们要重返联合国 是 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为什么台湾人民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的教科书还写着 中华民国于1971年退出联合国 我想各位观众朋友去网路上 查一下联合国的宪章 第二三条 看看中华民国是不是还留在联合国 担任安全理事会 大家就会清楚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 我们呼吁民进党政府 应该把这个事实告诉所有台湾人民 让台湾人民了解 中华民国不是我们可以捍卫的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许教授跟我们说明 台湾要申请加入联合国 要怎么样做才会是正确的方法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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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